微软又传出多项的服务当今影响数十万名的用户 那么根据数据光是微软365就接获了超过两万四千起无法连线的回报 那么超过九万名的用户连线异常 那么微软在几个小时之后宣布问题已经完全解决 表示跟第三方网络服务供应商有关联